勝利就在眼前 而你卻看不到勝利 多麼的令人遺憾 我壓根我也不認為我是壞孩子 北京八中你受得了嗎 不過這八中跟我沒什麼關係 我小時候在這兒上學的時候 這兒叫三十三中 上學的時候我不愛寫作業 我覺得我會的為什麼要寫 後來終於被教育的開始抄作業了 因為這天天的請教掌 我就是在這兒上了中學嘛 初三 我最同情的一個人就是陳振他母親 因為經常要被請到學校去 萬一這川大使什麼叫無處再認出我來 這多尷尬呀 其實我在三十三中包括最開始在分部 然後後來又回到這個本部了 因為跟以前那些玩鬧的又回到一塊了 所以其實小時候打架是在這個學校是最多的 北京這邊小孩打架上學怎麼打架 椅子腿 桌子腿 當時他們在班裏拿一個小刀直接就多在陳振大腿上了 然後褲子腿上寫 我們都知道他這是打架打的 其實老師也知道 然後他就不說 我人緣還是非常不錯的 因為我很多想法 包括買的零食 我其實都願意跟大家去分享 所以我身邊的這幫可能就在老師眼裡都不是什麼好同學的這幫小朋友們 其實跟我的關係還都不錯 那我即使有了一些招我也會去跟大家分享 他不知道從哪弄一就這麼大就跟咱這小麥克風似的 然後他拿一個小麥克風 就是你能這麼舉著還不用連線 就是這麼舉著一個無線的小麥克 偶然發現了這個功能 我說原來這個無線麥克風可以這麼操作 對吧 後來有一次趕上一次考試 學習好的也有比較鬧的這種人 跟我也關係不錯 咱們能不能本著同學之間互相幫助的這麼一個原則 於是這個事兒就發生了 把這耳機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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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大家寫了 老師交卷全對 老師都驚了 那會兒樓層與樓層之間都會有一些矛盾 我覺得當時的教育真的是特別缺心 這是很直白的一點就貶低的意思 反正老師是最不喜歡我的點心 所以老師又是學校裡的這些絕對有話語權的人 所以我就被安排在教室的各個位置去坐 然後那會兒老師用那各種毒辣的招 在我身上都用過了什麼 孤立我呀 什麼跟其他同學的家長說不要理程鎮呀 然後包括有高年級或者一些流級的同學欺負我 那麼我有時候那會兒還很天真 那我會去跟老師說 如果老師我也不知道他是真傻還是假傻 反正他會直接就跟那個流級的欺負我的人去說 那你說換來的是什麼只能是更多的欺負 對嗎 所以我對學校沒什麼感情 或者說我對學校沒有什麼好感 我們決定馬上爬 但我們走了一條岔路 那兒門沒有開 所以最後我們回家了 不挺好的 老不管了 你跟人這麼嬌嬌 老是打回來別找我 不是 那說是英官訴 你別鬥了 那老師要是找你 那是受戶的問題 我告訴你 反正我明兒走了 老是這一天要打回來要改作文 你就全弄你的事 你別找我 我兒子也不是很乖的 相對來說他會聽我說什麼 你說打個招呼呢 去跟說打招呼就對了 你說打招呼了嗎 還有就是誠實 打不要做壞的事 我所謂的壞的事就是 你不要去損人 不管是不是立即 你先要想準備 你不要去損人 至於什麼其他的那些課程 你別讓老師請我就行了 我是超級有契約經驗的 我特別自豪的就是 陳真有金子般的信譽 所以你看 咱們在這個行那裡這麼久 比起叫我充值陣啊 什麼孝子啊 溜溜哥呀 紙標哥 我也不太介意愛打力打力 她是個騙子 她把我的感情 把我的青春全騙了 你從來沒說 陳真這個人她不守信 陳真這個人她她如何如何 我覺得這個是我的一順 所以我認為我不是壞人 或者說我不是壞孩子 你沒法說一個孩子是好是壞 所以這個標準不同 我是什麼標準 你是什麼標準啊 我是大學的標準 你呢 我是 我是這種世人的標準 你別騙了 你欺言卷取給我來一個 不是 嗨